今天我們就來談談即將要上映的中共二十大 現在就是全球的媒體 每天都會討論一個新的議題跟新的話題 尤其是二十大前 我們剛剛講這個人事的新的異動 我們大家特別關心 那對我們臺灣來講 我們就注意到說 我們知道中國有五大戰區 東部戰區這邊 就是衝著臺灣來的 那麼現在他們的頭號首腦換人做了 那麼習近平在二十大前的 這個布局適合用意 節目現場為我們一起觀察跟分析的是 臺灣國際法學會副局長林廷偉老師 廷偉老師你好 你好 大家好 好 我們現在帶大家來看一下 我們為您所整理的 我們來看到說 其實中國的這五大戰區 就是北部戰區 東部戰區 南部戰區 西部戰區等等 我們請導播來讓我們看一下 就是現在大家最關心的 就是說現在這個東部戰區 因為他負責的範圍 包括在這個上海浙江福建 等等這些地方 那同時這個方位的關係 也是對臺的主力部隊 都在這個戰區 他現在有一個新任的頭號人物 是林向陽 那麼這位是習近平 在福建期間 他就擔任了廈門的陸軍幹部 所以提問老師 大家都在問說 在二十大前 這個習近平的 現在就是換了 這個東部戰區的頭號首腦 那這個是在佈局一個支臺人士 還是提拔他自己的人 您怎麼分析 這個林向陽 他本身是福州人 是 那有人說 因為他過往來講 在廈門 曾經駐點 就駐紮在廈門的時候 剛好習近平 他本身來講 當時也是主政在廈門 那我們看到這一波 就是有點是習近平 把拉拔自己的一些自己人 能夠升到上將 能夠去接任各個戰區的 相關的司令員 所以你發現到一件事情 當我們在看到這個政治局的常委 是不是會用到所謂過往 他的支江新軍的時候 我們也會看到 他在軍方 就是解放軍的這些佈局 的確也在用他過往的 支江新軍的概念 也就是說 在這次二十大 最大的特色 就是忠誠 我要講的是忠誠的意思 是說所謂的用人不是唯采 用人來講的話 是看誰對習近平是最忠誠的 那這一波的這個升到上將的 我仔細再去看一下 包含北部戰區的王強 包含東部戰區的這個林向陽 或者是像西部戰區等等這些 他們的年紀 大概都是在六十歲左右 那他們過往的這些經驗 通常比如說 他們二零一八一九左右 升中將之後 再過了兩三年之後 就直接升上將 這個其實不是說沒有 而是說在這個最短的時間之內 能夠有那麼多的上將 然後去把拉拔他 然後升到上將之後 再去佔所謂的戰區的司令員 這些做法顯然就是習近平希望所有的軍方 都是由習近平自己所掌控的 那提問老師我們不僅要問 他已經掌權十年了 軍方他還沒有完全掌握住嗎 不是你看到現在包含像目前現任的軍委會的副主席 許其亮或張又俠 這一類的或者是魏鳳和 或是李作成 這個原則上來講的話 是過往包含徐才厚 郭伯雄 他們拉拔上來的一些過往的舊部 當時被習近平用貪腐的名義 把他拔掉的老虎 拔掉了前面好多人 但是底下的這些人 還是有學長學弟的關係 他們還是會有聽聽過往的救世力的問題 而且他們年紀基本上跟習近平是相當的 並沒有比習近平現在六十九歲 其他的大概都是有六十八六十九 其實跟習近平是同時期出來的 但是現在來講的話 少掉大概十歲左右的這個輩分 大概就是等於下個階段 那下一階段的話 因為他們現在被拉拔成為中將跟上將 都是在習近平任內 那也就是說習近平幫他們升官 那習近平既然幫他們升官的話 這些人自然而然就會對習近平效忠 所以重要的 我們大家知道槍桿子出政權 以黨領軍 以黨領政 那這時候 誰能夠聽命黨的習近平的話 其實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這樣的現象 其實是等於是軍方版的 直江新軍的概念 好 那我們再來看 我們剛剛講的是就是說 跟臺灣息息相關的就是說 東部戰區這邊換了新的人 那剛剛提問老師是說 這個是習近平在用他自己 過去福建的這個老部署 那另外其實在西部戰區這邊 也有這個新任的空軍司令員張鴻斌 那西部這邊就是主新疆 西藏 印度這邊 那另外就是還有一個話題 我們可以可以在剛剛那張 CG裡面看到就是 大家現在在問 剛剛提問老師提到的 國防部部長現任的魏鳳和李作成 這些人就是 還有就是說 大家在問說這些人 那麼在二十大的前後會何去何從 還有所謂的這個臺海幫 是不是會崛起 您怎麼看 首先是您 怎麼樣定義這個臺海幫 所謂臺海幫的概念 就是認為說過往曾經駐點在福建 浙江或者是上海藍津等等這一帶 也是在東部戰區的這一塊的這個相關的重要的幹部 那過往因為他們有對臺灣的一些經驗 或者是他們所待過的部隊 曾經都有在臺海的戰事當中打過仗 曾經有一些經驗的 所以這些認為說對整個臺海的相關的地形 地貌 地物都非常瞭解的 所以可以稱為臺海幫 另外一個特點就是說 他本身來講是屬於從福建 包含從福州 廈門這些住點出身的 那他們可能對這個地方來講的話 包含民情 包含相關的這個作戰方式 可能更加瞭解 所以通常來講會成為這臺海幫 那當然現在沒有錯 包含剛剛我們提到的林向陽 他現在擔任東部戰區的這個 福建籍的 你說是福州人 他是福州人 然後他擔任這個東部戰區的這個司令員 但是頭號 頭號人物 那前一任理任的叫何衛東 何衛東本身來講 他也曾經在福州住點過 而且當時習近平在擔任 這個福建省委書記 福州 在福州住點的時候 其實他也幫了習近平非常多的忙 所以他對何衛東來講的話 那有人說何衛東 有可能是成為未來的軍委會副主席的 其實候選人之一 另外一個就是包含苗華 沒辦法是現任的軍委會的這個委員之一 他本身來講也是福州人 是 所以就是說你看到這一波 如果可能上位的 比如說擔任軍委會副主席 或是在戰區當中 擔任戰區的司令員的 很多都是福建人 很多都是福州人 或是甚至於說 曾經在廈門住點過 所以就統稱這個叫做 所謂的臺海幫的一個概念 那所以廷文老師 你覺得現在這個習近平 他已經掌權十年了 他現在就是說 在最近的人事佈局裡面 這個臺海幫 他會開始重用嗎 還是說你怎麼樣觀察他未來的用人的趨勢 我剛剛提到了 他用人趨勢是以忠誠 作為首要的這個才能 是其次的考量 那既然是忠誠最首要的目標 來講的話 就過往他認識的舊部 也就是我剛剛提到了 既然習近平曾經在福建 在廈門 在福州 曾經共識過的這些相關的舊部 還有曾經在浙江共識過的 上海共識過的 這些都會成為未來不管在政治界黨的部分 或者是在軍的部分來講 都會有上位的可能性 所以這些所謂的臺海幫 說真的是習近平本身來講 熟人的對象 他熟識的對象 那他比較可以叫得動 而且可以比較能夠聽從他的 服從他的命令 那所以對臺海來講的話 現在最重要的是誰能夠掌控 臺海的局勢 而不是說誰能夠在臺海當中 一定會打勝仗的這個概念 這個概念就是說當習近平能收人放的時候 那他能夠馬上聽從習近平的命令 馬上能夠收回來 所以這個才是一個最重要的一個概念 是 好 那個二十大 大家當然最關心的就是二十大這些 這個尤其就是說 中共政治局 中央政治局的這些常委 這個人事會不會換 那我們先帶您來看一下 他整個金字塔的架構 大概是怎麼樣 就金字塔架構來講的話 我們可以看到就是中共中央 黨總書記 再下來這個為什麼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這七個人這麼重要 他就是已經是在金字塔的非常頂端了 再來就是中央政治局二十五人 然後中央委員大概兩百零四人 那麼中國的共產黨員 當然多少可能是個秘密 就是如果依照二零二一年 所這個露出的數據 可能有這個超過九千六百萬人 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張就是號稱 中國目前最有權勢的七個人 就是現在我們剛剛在看到這個金字塔頂端的這七個人 那麼在談到這個七個人之前 我想要先請教提問 老師因為我們剛剛講到江澤民前陣子生日 到底這個江澤民派現在中國的政壇 還有勢力嗎 還是只有在商界有 您怎麼看 我認為大概在商界也視為了 為什麼這麼講 因為中國大陸的經濟狀況沒有那麼好 所以過往來講的話 他該討的資本都已經逃到海外去 逃到香港 然後逃到新加坡 逃到任何其他歐洲的其他國家 那現在江澤民的影響力來講 我相信經過了這十年的一個整肅 習近平採用打攤反腐的方式 來整肅江西人馬 包含前些日子 大家都知道很多隻的老虎 都已經被拉下台之後 還有很多小老虎 全部都被拉下來之後 現在原則上來講 習近平在第三任任期 是要去進行大刀闊斧的 去進行自己的人馬的一個這樣的一個施政 那也就是說過往來講 這兩屆的時間 大概都以傾訴江西人馬為主 那當然我們想說 江澤民這邊應該就是示威了 大概已經示威了 因為他基本上能夠呼喚的影響力的 這個有頭有臉的人馬 基本上大概已經被肅清掉了 好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新貴 我們剛剛講說 中國最有權勢的七個人 我們再請導播讓我們看一下 我們從這個站的位置 就可以看到親屬遠近 首先是習近平右手邊的栗戰書 當然就是號稱他的心腹 他的左右手 他是人大的委員長 今年七十二歲 那再過來這邊 是號稱國師的王滬寧 那再過來在最習近平的最右手邊的 這是國務院副總理 那左手邊就有李克強 還有全國政協主席汪洋等等 那所以想請就是提問老師 簡單跟我們來先談 他栗戰書 所以栗戰書今年七十二歲了 根據中國所謂的七上八下 原則是六十七歲還可以上 那麼六十八歲就要下來了 他今年已經七十二歲了 你覺得他有可能破格在留任 在中共的頂端的這個集體領導的 政政局常委的名單裡面嗎 我們先講習近平 習近平是六十九歲 所以如果根據七上八下的話 他其實不應該留在這個董事 憲法都已經修憲了 所以如果他自己要打破這個慣例的話 他就其他人也有可能會打破慣例 所以如果我們用這個來推論來講的話 栗戰書如果按照習近平個人的個性 是希望他留下來 但問題是說 他的個性你是指哪一點 他的個性指的是我剛剛提到忠誠 忠誠 所以所有的這另外的這六名的常委當中 對習近平最佳忠誠的就是栗戰書 所以栗戰書如果他的身體狀況可以的話 習近平是希望他留下來 不過栗戰書有個特點就是身體狀況沒有那麼好 所以他也七十二歲了 所以他如果自己堅決的說要告老還鄉的話 我相信習近平也沒有辦法 這個真的把他留下來了 那所以栗戰書他的他的這個決定的一個概念 就在於他自己本身身體狀況還是撐不住 是 對 好 那其他這幾位 您怎麼看包括李克強 王滬寧 這個汪洋等等 您覺得這幾位大概有幾位這七個號稱 目前中國最有權勢的人會被留任 或者是會完全的洗牌一次 我大概這六名的常委應該都會離開了 那李克強有可能會有一個安排 就是類似仿造王岐山的模式 那王岐山他之前來講 也是在七個常委當中 但是王岐山他去接任國家副主席 所以這時候他沒有黨的職位 但是卻有國家的職位 那李克強如果他願意的話 或許會給他一個國家副主席的身份 那田惠老師您說現在這個中共權力最頂端的這七個人 就除了習近平除外的六個人 幾乎全部都會被換掉 那這個意味著什麼呢 全部都換班成為習近平的人馬 就是之江新軍所有的人馬 全部上位 那這些應該也差不多 時間也差不多了 那過往來講 有些像王滬寧 他是三朝元老 他是過往從江澤民 胡錦濤 一直到現在都留用的 那這些人基本上 因為丁薛祥會取代他目前的一個職位 那其他人來講的話 都是屬於習近平自己的人馬 所以我認為在第三次的接班 應該來講是全面接班的概念 是 好 我們今天非常謝謝臺灣國際法學會議 副部長林廷輝老師 來到我們的節目前兩位 我們觀察眾所矚目即將登場的中共二十大 除了習近平呢 要繼續的來三連任他的總書記之外 剛剛提問老師分析 有可能這個中共權力頂端的 這七位中央政治局的常委 可能會全部被洗牌 除了習近平本身之外 那是不是這樣 我們也會持續的跟您一起做觀察 謝謝廷文老師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也謝謝您的關心 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